哈啰 大家好 我是Alex 今天我带着我们的小伙伴 来到了Vario Salaman港 对于马德里市中心的一家印度菜 它是一家30年以上经历的餐馆 我觉得应该不会踩雷 让我们今天来试一下吧 Vamos 我介绍你这里的主持人 Jey 这就是在印尼亚 你介绍一下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你认识 我们是在印尼亚 40年了 那么这家餐馆呢 是两年前一个 我的老外朋友 带我们一起来的 我就觉得 以前的印度餐 应该是这样的吧 但是自从那次 请完我们吃饭了以后呢 我就对这个印度餐 有一定的改变 整个的风格呢 是现代跟印度的结合 然后整个的环境 各方面也都比较干净 那么老板他本身 自己也是一名厨师 之前在Amazonico 西班牙最著名的餐馆里面 上班了五年 那日后他又为奇达内 做过他的私人厨师 比如说他想吃印度菜了 那他就会教我们这位老板 帮他做一顿功夫的晚餐 巴高达炸蔬菜 刚才一过来的时候 那个味道好香好香啊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一股那个炸鸡味 我先尝一口啊 可以肯定的是很多 Masara 这个香味很重 然后我蘸一下他的对 还有他那个调料 这个是那个薄荷加香菜 加了香菜之后呢 味道会变得清口一点 然后这个是他的甜酱 炸蔬菜 我个人推荐炸甜酱 我个人推荐炸甜酱 多蘸点啊 因为他这个炸的时候有点干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那个 马萨拉鸡的马萨拉 不是马萨拉鸡 第二道 Samosa 这里也是比较有名的一道菜 我们现在尝一下啊 反正老板刚才端过来的时候 闻起来巨香啊 这个好像也有鸡肉的味道 它里面是土豆 加上豆角 然后有一点点辣 这个就是在印度啊 你想用手拿着吃 你一定要用右手 在他们心里面啊 你的右手是比较神圣的一只手 你不管吃东西啊 或者递给别人东西啊 那你一定要用右手 才会觉得他你尊重比较 那你的左手千万不要递东西 因为这个左手有很多种说法的 因为左手是用来洗漱的 整理的呀 包括很早以前是用来擦皮皮的呀 这个都是我网上看的 具体制的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希望印度的朋友 在我们下方评论区留言一下 是不是真的啊 我们现在的剩菜上来了 然后这里有我们 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个nane 然后我们今天点了一个是 蒜蓉的一个nane 一个饼 然后还有一个是奶酪的 两年前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道菜 就是这个nane饼 当然了这个饼啊 每一家那个印度菜都有 但是每一家的做法 可能什么都不一样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点的就比较清淡一点的 这两道都是比较清淡的这个调味料 因为我跟他说了 我不想吃辣 因为最近长豆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不想影响拍摄 因为长了豆之后呢 会对我的这个整个的颜值会有下降 然后这个我点了一个是羊肉的 然后这个我点了一个是羊肉的 我们点的都没有辣 然后这个米饭呢 是甜米饭 干果饭 甜的 然后这个点的是一个普通的米饭 等一下我跟他问一下老板 这个是比较那个普通的米饭 就是用那个蒸了蒸出来的一个米饭 然后吃这个nane的时候呢 我们的印度小哥教了我们 就是说你尽量把这个nane 然后把它弄成一个三角 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卷一样的 就等于说像一个勺子一样 然后把这个咬下来 然后我们配着这个nane呢 就可以配这里面所有的酱汁了 我先尝一下这个黄黄的这个 别忘了哦 一定要用用手哦 这是一家 你不会采雷的印度厂 最喜欢吃奶酪的 尝一下 我现在尝一下这个羊肉的 这样弄三角太麻烦了 我就这么吃了 你吃着一个味道 然后味道不是很冲 我建议大家吃印度餐的时候 一定要点一个那种味道 稍微酸一点 就是柔和一点 这样我们吃起来会比较爽口 然后我们现在来点这个甜的米饭 里面有很多这个干果 然后我现在来点这个 酱汁 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现在老板在看着我们 就是 眼睛会这样 瞟一下 瞟一下 我现在如果 右手抓着 他会不会揍我 看看是什么感觉 有什么关系 我给你们试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个饼的话 我觉得OK 但是如果是带汤汁加米饭的 我就觉得 做不上来了一个感觉 反正如果你可以的话 感觉你在印度街头 对 你试一下 我觉得会给你一个 很难忘的夜晚 这个普通的米饭 我觉得应该可能 更适合我们的胃口 这个我就不用手抓了 还是用刀叉好一点 给你们看一下 还有羊肉尝尝 感觉什么味道 好吃就多吃点 不好吃就少吃点 羊肉很大块 挺嫩的 很有嚼劲 如果他这个跟你说 不是羊肉的话 你也不会吃出来 一点心味都没有 可以点 请吞众一下人好吗 sorry sorry 刚才用了我这个 不纯粹的手吃了一下 味道确实还不错 然后呢 我觉得四个人 点一个前菜 像包子一样的 samoza 那个是必点的 然后呢 米饭甜的 我们中国人就不要点了 去掉 然后点这个普通的 然后这个pretty bun 这些这个salsa 不管是鸡肉啊 马里斯科啊 海鲜 还是这些 我觉得可以点个三份 两个人的话 点两份 米饭只需要点一份 然后这个nan 点一份 就可以了 ok到我们的这个甜品时刻了 这个是我们这家店 必点的一个这个 开心果的冰激凌 然后它上面好像 也加了那个什么 salsa 好吃 不腻 是饭后应该有的甜品的样子 有一点忍甜 适合在中国人口味 这个呢 像炸丸子 先尝尝啊 这个 这个 啥意思啊 吃了但是不知道啥味啊 是这个 你能说出来吗 ok 整体的呢 这个这一期印度餐 我们吃的是很开心的啊 然后亮呀 什么来的环境啊 很干净啊 不是像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印度人那种街头的那种脏兮兮的感觉 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有坏 我们也不能说一直把这个对印度人的这个刻板印象一直停留在一起 那马德里在这个巴里尔沙拉曼卡这里呢 也有一家这么重重的印度餐 那这个厨师这个老板他也很希望大家过来品尝他们家的这个美食 这家名字叫Gurri Canera 你们电视机前的这个小伙伴 如果你们想 马德里或者是巴塞罗纳 或者任何一个西班牙里面境内的一个餐馆 可以在我们下方留言 我们可以去替你先看一看那家餐馆到底如何 还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记住哦 点赞关注加小铃铛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哦 ok 下期见 拜拜 跟大家讲一下笑话讲他 你知道为什么超人都要穿那个紧身衣吗 不知道 不知道我告诉你 因为因为那个 因为啥呢 因为救人要紧 因为救人要紧 不好意思 忘记了 答案了